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眼睛失明的妻子翟树玉 今年79岁 他们俩究竟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呢 1955年 21岁的钟洁英修完四年的大学课程后 被留在清华大学当助教 思想活跃 才思敏捷 曾一度是他的天性 本来是学汽车专业的他 与文学艺术渐渐成了墨逆之交 正当他的文学创作日露锋芒时 他却因此而掉进了政治的漩涡 1957年 钟洁英因在校内发表 《未历史辩护》和《再未历史辩护》 两篇杂文 被划为右派 受到严厉批判 成为清华大学十大右派的最后一名 当时很幼稚 很天真 觉得一切都绝望了 这个政治前途也没有了 个人的感情寄托也没有了 因此当时我就想到 被逐出清华园后 钟洁英回了一趟 在他眼里几乎已经没有意义的家 师范毕业的女友知道他是右派 愤然离去 所以我就写了一封遗书 就是说你们二老 不要再惦念我了 我因为种种的原因 已经走上了一条 非常绝望的道路 我生不如死吧 就有这么一点意思 我在铁道徘徊的时候 被一个养路工 一个老头 他启发我了 1958年 钟洁英先被下放到燕京造纸厂工作 后来又在举国大炼钢铁的热潮中 被当作右派中的高级技术人员 借调到北京市第二建筑公司炼钢车间 当时的领导只知道 钟洁英是名牌大学教师 并不晓得汽车专业才是他的本行 无奈之下 钟洁英跑遍了北京市所有新化书店 买了五本关于炼钢的书 仅用了三天时间 便匆忙投入到炼钢队伍中 不久 钟洁英又走进了精密饮水工程的队伍里边 在那里 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他发现 自己突然之间有了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胃 他想到要用精神上的寄托来抵御这种饥饿感 他利用公寓时间读书 还时常把知识传递给工友们 工友们干活累了 他拿出二胡为大家解闷 聪明好学的他 渐渐成为大家所关注的对象 这也同时引起了一个普通女人的注意 他比较肯干 他这个人脑子比较单纯 因为他出学校没接触社会 特别单纯 在工作上的人受压迫受歧视 什么参考消息什么 他都没有资格看 得给他偷出来 看完再给送 翟树玉在单位贯劳资 年近四十的他 离婚后仍是独身一人 还带着两个十三四岁的孩子 虽然这样 翟树玉在单位里仍受到大家的尊敬 他敢说敢干 见到不平的事情敢于直言 这时 他也为身心受压迫的中介英 打抱不平 主要的说在经济上吧 有时候他家里头干什么的 到时候越低了没饭片了 我买了饭片 所以给他点 他好像比我比较了解我了 这样的话对我 反正一般的排队买饭什么的 对我有点照顾 因为食堂馆里面 也要在窗口卖饭 所以我们说 要不知不觉卖饭的时候 他给我点优惠 比如菜 他给我多盛一点 对不对 过去都是大锅 拿勺的没款 对不对 我拿了饭盒进去 快一勺 有时候特别挑着肉多的地方 给我多快点 道夫多的地方快点 有时候甚至说 先把菜 放到饭盒里边 然后再拿饭一盖 等我等饭吃到 后边一扒 里头居然有很多肉 我就觉得 他可能是对我有点 炸 这个人同子心吧 心同子里 发生38度了 我去找袋子 给开条 休息 杠实战 做病号饭 就要吃 那60年困难的时候 给碗面吃 那是最大的 因为那天我还有这个权利 不久 翟树玉看见了周杰英的那两篇杂文 那个书对我的思想印象最深的就是说 这个人有远见 他说出我们内心的话 虽然他画了右派了 可是 我从内心来 我还是比较 钦佩这个人 有历史眼光 我这人重财不重得 这还是说真实思想 是不是 我认为一个有才华的人不在社会上发挥他的力量 是不是 这德可以培养教育 通过什么你可以帮助他 这才不是说是一天两天的 就能够说改造过来给他积累过 1964年5月1日 人们都放假了 钟吉英待在冷清的单身宿舍里 他已两天没有吃饭了 既没有钱也没有戏剧 他知道自己病了 他在盼望那位知心大姐的到来 而此时大姐宅书彧 正出现在他宿舍的门口 他回家以后啊 他好像想到我是 他走的时候我已经有点不舒服了 他还惦记着我 还给我带着我这吃呢 还拿着药 我很感动 我当时就哭了 我就提出来 说我啊 等于是向他求婚吧 对不对 说我 我当时说 我没敢说别的 我说我嫁给你的了 宅书彧经过仔细考虑后 答应了这个校自己11岁青年的求婚 但他有个哥哥在中央党校教书 这样的政治背景 迫使他必须再一次正确认识自己结婚的对象是一个右派 领导人 领导们难为他 人们议论他 对于他来说 他不仅仅要接受一个右派 还要顶住难听的风言风语 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孩子 下家给一个小他11岁的丈夫 那就是在修费场的时候 那领导找我参话了 说你跟他们俩人比较好 那他不叫还不敢说搞对象了 你非常接近他 你要跟他要是结婚的话 你对得起你哥哥吗 你对得起你们家庭吗 我说我哥哥的 他是革命 我也不是反革命的 对不对 我说各有各的自由 第一次结婚有父母 第二次我有自己 我有这个自主权 那组织上次就增加压力 我说压力越大 抵抗力越强 后来逼迫到什么程度 最后我说 我愿意要儿子 他愿意要妈 这里没有强迫性 我们自愿的 1964年11月6日 钟洁英终于有了一个 属于自己的家 他采了一些野花 装饰他们的新房 并且把结婚证贴在了墙上 他们花了三元钱 买了白菜和羊肚 晚上一块吃了热面条 肚子里心里都是暖洋洋的 这是他们最值得回忆的新婚之意 结婚的时候43岁 他32岁 我们从58年一直到63年才结婚 我大概满了4岁 他长了2岁 最后我们俩人还差5岁 到那儿登记那老头还只看过吗 说你们自愿 我说这里没有强迫性 那天不但这个街道还管了 回来说领了你证 突突拔贴枪了 剧也会你管 我说这回领了证书了 宅树玉没有看错丈夫 钟洁英是个有才能的人 从1979年开始 钟洁英发表的小说 话剧剧本 延续在全国获奖 他主持的工程设计 与施工成果 也获得了北京科学大会奖 无论是在文学戏剧方面 还是在科学技术领域 钟洁英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工程师 作家的头衔向他飞来 许多大妹都想要他 许多姑娘都想找他 我记得有一个黑龙江的 他是一个大学生 上山下乡吧 跟一农民结了婚了 生了这个小孩了 后来他觉得不合适 就离婚了 他在信里边 我记得写的那么一句话 他说我连这个孩子跟我 我一起都奉送给你了 他说免费奉送 面对丈夫的成绩 翟树欲沉默了 他知道自己已渐渐走向衰老 况且他比丈夫要大11岁 他觉得不能耽误钟洁英的前途 他向丈夫表示 你不是等闲之辈 我不能委屈你和我在一起 咱们现在所处的时期 已不是封建时代 如果有何事你的 大姐让闲 我认为我就是 要守住一个道德的底线 我当时无家可归 商家自选 人家收留我了 就叫做什么呢 书生落难 贵人打救 对不对 你怎么能翻脸来说的话 你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尤其我在我的晚年 耳朵拢了 眼睛又瞎了 剩了一只 我也不能连累他 不过他从他表现来说 现在从生活上各方面 他比过去而且还好 是真实的 他说我不能那么没良心 他说我这言必信信必果 养老送终 中杰英和翟树玉 始终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支柱 中杰英写的书 妻子总是第一个读者 中杰英的思想及文学修养 影响着妻子 而妻子也在看书过程中 与丈夫拉近了距离 他们一起分享着一个秘密 那就是中杰英当年写的那两篇杂文 文章里的思想 成了把他们牢牢拴在一起的红线 2002年5月 毛玉梅和张俊德夫妇 被迫离开自己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果园 来到重庆 为了维持生活 他们卖起麻辣鸡块 张俊德是学国际贸易专业的大学生 来自山东 当初从学校毕业的时候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沦落到这里来卖麻辣鸡块 每天天不亮 他就推着小车上街 晚上回来摸摸兜 也赚不了多少钱 麻辣鸡块是毛玉梅家乡的特产 这是他们唯一能够想到的一种谋生手段 妻子毛玉梅天天帮着丈夫做鸡块 曾经又能干又活活的他 现在却很少说话 街坊邻居看着小两口都觉得心疼 可谁也没有办法帮他们一把 只是在他们背后叹气 事情的起因 还得从1997年 毛玉梅承包了一座200亩的荒山说起 第一次面对着大山 毛玉梅就喜欢上了她 当我到那里去的时候 那会儿我看到了山上很多都荒起来了 荒起来了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吧我就想把它变成果园 或者搞点养子 我觉得肯定就像那外国那些庄园一样 特别的美 而且也特别有收益 办完了一切承包手续后 毛玉梅过身一人就上了山 这时她原来的丈夫提出要和她离婚 毛玉梅还是坚持要留在山上 她搭了一间小草棚先种了下来 把打工赚来的钱都投了进去 每天陪伴她的只有一条叫小黑的狗 很快她连饭都吃不上了 只好去给山下的村民打短工 我帮她干了一天活 她剩了很多生亡 就是蒸着那个钢瓣 剩了很多 她本来是好心 知道我没粮食吗 她让我拿回去热来吃 因为她那个饭嘛 就是热一两天也没事 在山里嘛她气温比较低 当时我知道她们是好意 可是我哭了 我也没要 我觉得我就像那炒饭的 靠人家死死过日子 那种感觉特别的痛苦 特别的难受 但是我还是谢了她们的好意 我没拿 毛玉梅不忍心看着已经开垦了一半的果园就这样放弃 怎么办 她只好四处借债 累积下来有好几万 其中一个光棍债主借机来要挟她 人家知道我就是离婚了嘛 所以她就来B站 就是我见她两个人 B站 她就规定我几天之内还给她 如果不还给她 她就要我的一条胳膊和一条腿 我求她 我说我能还给你的 我说你给我宽宁几个月 她怎么都不同意 我知道她不是真的逼那钱 她是逼我想我嫁给她 但是我觉得我不想把我 因为我吃过婚姻的苦头了 我不想把我的后半生 再经历在一种痛苦的基础上 所以我怎么都没答应 我就偷偷跑了 身上只有两块钱的毛玉梅 混上了开往重庆的船 忍受着寒风在甲板上度过了一夜 说起这一次 毛玉梅心里就不是滋味 到了重庆 她想了一个点子 请一家报社 把她要中果园的事登出来 她的事情很快传开了 事业凑巧 刚到重庆出差的张俊德 也看到了报纸 张俊德拿着报纸一连看了好几遍 创建一个理想的家园 是她多年的梦想 但自己一直没有机会去做 现在她被抱上这个女人的魅力 深深冲动了 一个女人她长得也不是很差的 我说一个可以把果园卖了 再也也可以处于变化 也可以就是找个有钱的老公 家子要散了 也不会受这种罪 但是她能支撑下来 而且还要一直把这片荒山 变成一个就是欢乐的果园 确实我也很受感动 我其他的也没想到 我们家里会不会反对 我朋友会不会支撑 当时我就想到那地方看一看 是不是真正的地方 所以在29号 我就到了她那个山上了 走惯了平路的张俊德 是一步三滑地上了山 寂静的山谷回荡着鸟儿的提名 她被大山的美丽吸引了 在村民的带领下 她走进了毛一眉在山上的家 她说你就是毛一眉吧 她就给了我一张名片 我说是的 我就招负她做 个子也不太很高 因为现在她当时也比较瘦 我说这么一个瘦弱的女孩 我说能够撑下来 我说真不可思议 她带了一副引荐 而且本来就长得比较帅 醒得年轻只有二十多岁 我看着她长得特别的帅 而且特别的斯文 我心里那么想 我说那小伙子 那么斯文也那么年轻 我说她会跑到山上的干什么呢 我说如果是跟我谈投资吧 我说她能受得了吗 我心里第一感觉就是那样 根本不敢往那方面想 我能成为她的妻子 或者她会娶我那么一个农村的女人做老婆 我根本不敢想 也没想过 张俊德又在山上到处转了转 看着眼前的情景 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 她决定留下来 但她没有马上说出来 她更进一步向村民了解了毛韵梅的情况 女性的很多优点 她都很级别 又是比较体贴人 当然她也有很多缺点 性格确实也很有脾气 但是我也想 如果真没脾气的话 她也不可能在那地方待下去 她在外面流浪 一直也是流浪 所以说真的一笔之间 但是她也很想有个家 就是想安稳下来 她说因为比较喜欢我的性格 希望我们两个在一块 能创出一番事业 她也相信我也能个能力 张俊德留下来后 把毛韵梅欠的债都还了 漂泊了多年的生活也算安定了 她和毛韵梅计划 要把荒山种成立体的生态果园 作为合伙人 张俊德也和毛韵梅一样 干起了繁重的体力活 这让她吃尽了苦头 毛韵梅看着就心疼 她去干活摸了那个图 那个手啊 捏了口子 一个 那口子特别的大 哎呀 当时我的心 我特别的心疼 说实在 苦中有乐 当时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 如果值得了 我苦我并不感觉很苦 虽然就是 身体很苦 但是心理上并不感觉苦 我觉得我 她为我付出的太多了 我觉得 在现在那个现实的社会儿 说像她那样的男 我觉得太少太少 结婚的这一天 他们决定谁都不请 在山上只有他们两人 这天清晨 张俊德去山上 采了一大把野花 送给毛玉梅 她对毛玉梅说 以后 他们就是一根绳上的 两个蚂蚱 毛玉梅看着眼前的鲜花 想起以前所受的磨难 失败的婚姻 想到梦想将变成现实 她不相信这都是真的 我都还有那种不现实的感觉 我都觉得好像我在梦中的感觉 我觉得太不可思念了 我那一辈子能有那么好的 就是能有那么好的结局吗 我心里一直都是个问号 直到后来跟她送我在一块了 有时候我躺在她怀里 我脑问她 我在想上 我说 我说你会离开我吗 她说不会的 老婆说我怎么会离开你呢 她说 她说你想你从小到大 吃那么多苦了 她说好人是有好报的 她说人类嘛 她说有风险 就是有付出才能够反应 她说是老天派我来救你的 她说 她就那么老 那么告诉我 张俊德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果园 建成妻子想象中的那样 让她以后能过上 更幸福的生活 她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 勾画着果园的未来前景 毛玉梅更想为丈夫做点什么 其实可能也许我那种想法 有点自私吧 我想 我说她对我那么好 我应该用什么来报答她 但是我现在没什么报答的 我想给她生一个漂亮的女孩 或者男孩 而且我把那孩子教育得很好 让她感受到那种天能之道 然后呢 有了孩子呢 也许有一天 她想 就是她 她不可能 为了孩子或者什么 她不可能再离开我了 再经受不起那种感情的挫折呢 所以我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我决定经持要那个孩子 在山上的这半年 是夫妻俩最幸福的时光 在他们心里 孩子才能使这个家 显得更加美满 一年后 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果园里的果树也结果了 他们更加辛勤地劳作着 把汗水连同笑声 一起撒在了果园里 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然而这时 村里的法律事务所所长 对果园打起了主意 一开始挂狗 这个周边的这些农夫 有的农夫就眼红了 就认为就是 你娘口子就是外地的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本地的 凭什么我们要让你们来发财呢 为了进一步达到目的 村里人在果园四周 打了剧毒农药 毒死了毛衣梅养的牛和羊 还四处散布谣言 说张俊德是逃犯 对毛衣梅的名誉进行攻击 小夫妻俩从来没有经受过 这样的打击 万般无奈 他们只好把一岁多的女儿 送到了张俊德的家乡山东 让父母照看 两人开始了艰难的上诉 他们到处奔波 希望能讨个说法 可是一年一年过去了 投诉始终没有结果 他们几次想放弃自己的立场 可看着用自己的汗水浇灌的果园 又不甘心 面对自己的丈夫 毛衣梅感到无限愧疚 她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 在又一次得到上诉没有结果的消息时 她留下了一份遗书 愤然割腕自杀 一厢世人招视自己的怨屈 我对不起我的孩子们 因为我没把他们养大 我对不起我的丈夫 我连累了他 他确实是一个好人 我要向苍天祈求一个真理 张俊德幸好即使回家 他被这一幕吓呆了 当时他抱着我 他吓坏了 他说老婆你别那样 何苦呢 他说我们还有那么可爱的女儿 你还有儿子 他说还有我呢 他摟着我哭了 他说手上还有那么多好心的人帮我们 替我们增样 当然你们是何苦呢 我说我不想活了 我撑不了了 张俊德体会到 妻子的不安是来自对他的担心 他对毛一眉说 眼前的一切是暂时的 有两个人的肩膀共同躺着 就没有翻不过去的山 他们说好了以后的日子 就是要手拉着手过下去 不管官司能不能打胜 不管日子会有多苦 凭着自己的劳动 一定能回到那个曾经培育了他们爱情和理想的果园 我们下期再见